书馆开书啊,咱们继续聊天 上文书咱们说到 定边将军赵慧就在叶尔强的城下 和这大小合着的军队啊 可就开了一仗 这一仗打下来啊 我想这赵慧啊 肯定就觉得自己这兵啊 带的是真少了 不过呢 他也觉得呀 这大小合着在叶尔强城内的兵 也没多少 早早的出征啊 这仗溜溜就打了一天 最后呢 双方罢兵啊 人家小合着一方啊 稀里呼噜的反正是回了叶尔强城 这赵慧啊 必得选择地点安营眨寨 这地儿啊 实际上赵慧啊 在这场战役之前就已经选好了 位置呢 就在叶尔强城的城南 居叶尔强河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在那儿有一大片的树林 有树林呢 自然是好事 首先说呀 可以这个砍伐树木 搭营杖建公式 其次呢 如果敌军大军来袭营的话 有这个树林阻挡啊 大规模的部队 也施展不开 这赵慧之所以看中了这个地方 那就是因为在此 安营闸寨呀 是一手难攻 这叶尔强河呀 史称黑水 所以说呢 在咱们现在能查到的大小文献当中 都称这座营盘为黑水营 待到一切都安顿好了之后 这赵慧就想起呀 这两天侦察兵出去呀 还逮来了几个俘虏 那么说正好趁这个功夫啊 审讯一下 也许呀 能得到有用的口供 能多少的了解一下 城内小合作大军的动向 有侍从啊 就把这几个俘虏带到了赵慧的大帐当中 这赵慧一看呢 立刻就放松了警惕 为什么呢 他一看这些俘虏啊 有老有少啊 是有男有女 那赵慧就叫来了通议 一边翻译呀 他是一边审讯 他就问这些俘虏啊 这小合作呀 把附近的乡民都驱赶到叶尔强城内 你们这兵荒马乱的 出城干嘛来了 这些个馋回呀 看样子吓得是不轻 多了多缩的就跟这个大帅回道啊 说在这个附近呢 我们埋了一些粮食 出城来呀 是挖粮食的 城里呢 粮食也是不足 趁乱出城啊 能背回去多少算多少 不能啊 这一家老小都在城里 瞪眼挨饿不是 那赵慧就问 难道说这大小合作在 叶尔强城内准备的粮食不足吗 这些人回答 粮食倒是不少 只不过呢 得紧着呀 当兵子和壮劳力先吃 等到分配到我们手里呀 就没多少了 这赵慧又问 那除了粮食之外 就没有其他供给吗 这般人说呢 这当然有啊 这个牛羊马匹骆驼呀 还是比较充足的 哎 这会儿啊 这赵慧就多了个心眼 赵慧琢磨着 那一旦城里的牲畜要是充足 那么自然准备的草料也要充足 这敌军闭门不出 他没得放木去 所以说只有吃这个储备的草料 囤积人吃的粮食啊 就已然很占地方了 那么在囤积草料呢 这城有多大呀 所以啊这赵慧在此处就有了疑问 那赵慧就问他们说啊 这四位牲畜的饲料从哪来呀 又都囤积到哪呢 这群人说呀 不用我们大汗呢 他们指的这个大汗呢 就是小河桌货鸡站 小河桌货鸡站呢 在这个战争一开始 就给自己封了一个巴图尔汗 他们说呀 我们大汗的这些牲畜 不养在城里 养在别处 所以城里呀 不用堆积太多的草料 哎 这一下的赵慧可来了兴事 这赵慧心里清楚啊 这牛羊可以作为军需补充 充作军粮 那至于驼马就更有用了 这大营里现在缺的正式战马 前几天这一仗下来呀 这清军倒是没死人 只伤了十几人 可是战马却损失了二十几匹 眼睁着我这骑兵可就变了步兵了 这八旗大军之所以在南疆啊 能够一勺取胜 全赖骑兵 所有的优势啊 都是骑在马上靠骑射得来的 那这赵慧赶紧问 说你们这些城内的这些驼马牛羊 都四放在哪呢 又是什么人在放牧呢 这么一问呢 这帮人可就拨了脑袋了 说这真不知道这个 就在这个赵慧失望的时候啊 在这几个禅回当中 有一个中年人就开枪了 说这回大帅呀 我倒是知道 我在城里呀 原来是负责养马 后来这工作呀 就被一群的恶鲁特人接踢了 书中代言 他们指的恶鲁特人呢 就是从北疆逃过来的准嘎尔蒙古人 后来呀 没过多少日子呀 这群恶鲁特人也不见了 城里的大批牲畜也不见了 后来一问才知道 我们这个大汗呢 把投降来的这批恶鲁特人 都派到了南边的一个叫做英国棋盘山的地方 这块草场啊 是我们叶尔项附近最肥美的一块草场 想必我们大汗呢 是让这些恶鲁特人 评着他们天生放牧牛羊的本事 在这块地方啊 饲养这些牲畜 这赵慧一听啊 说哦哦哦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下去吧 给他们呀准备点饭 让他们呀暂时先别回去 先留在营中 那这赵慧是什么意思 赵慧是怕他们回去之后走了的消息 因为这会儿啊 赵慧军们已然打定了主意 他要啊 骑袭这英格棋盘山 杀了这些放过的鄂鲁特 然后啊 抢夺这些牲畜回营 是以冲军资 那么说这英格棋盘山在哪呢 哎 这个地方到今天为止 这名啊 还真没怎么变 现在呢 就是叶城县的棋盘乡 从这黑水营出来呀 一直奔南 就在喀什昆仑山的北路 咱们内地人呢 都知道这库尔洛的乡里好吃 殊不知啊 据说这个新疆最好吃的梨子呀 就出在棋盘乡 名字就叫做棋盘梨 有个小名啊 叫叶城五子黄梨 这学徒我呀 是没吃过 哎 有吃过的好朋友 给我介绍介绍 这梨子呀 到底是好吃不好吃 就在这赵惠军门打定主意 要去这英俄棋盘山 去抢夺大小河戳牲畜的时候 这好消息又来了一个 有这个义族来报啊 说这个纳木扎尔和三太呀 这会儿已经到达了阿克苏 这赵惠听闻呢 自然是很高兴 于是就问来人呢 是带着这个四千的援兵 都到的阿克苏了吗 这送信的义族说呀 不是 大帅纳木扎尔跟三太大人呢 召集来军前报效 这大部队呀 还在后边算着呀 还得一两个月才能到 这赵惠一听 这个泄气就别提了 于是他赶紧叫来了 自己一满一汉两员部将 分别是都统埃隆厄和总兵定住 让这二人呢 带着五百八旗三百绿营 往这个喀什嘎尔的来路方向啊 去接应纳木扎尔和三太 在沿途一定要完善好 绍卡卡伦 保证好情报的传递 以及呀 监视喀什嘎尔城 大合卓 波罗尼都的动向 把这八百人派出去以后啊 这赵惠军们集合 其余兵马 直接南下 奔英俄齐盘山 就要去抢夺牲畜 并且呀 还得把那儿的准杆 鱼部啊 全部歼灭 哎 总之呢 利用一切的机会 这敌人呢 是能多消灭一点啊 就算是一点 这会儿呢 就有探子来报啊 说在一尔强城的东面 哎 这个大合之上啊 有一座木桥 虽然去这个 英俄齐盘山的方向啊 有一点绕路 但是在这儿过河呀 咱们就不用扎法子 汤水了 那赵惠一听啊 那就这么着吧 咱们就从这儿过河 率领着大军呢 就奔这个木桥的方向感 到了河边一看呢 这叶尔强河呀 河倒是不宽 可是水流挺急 再一看 河上这座木桥啊 哎 有点泄气 这座木桥太小了 并排着 只能两匹马通过 这大军呢 一下子可就堵在了桥头 正当这赵惠为难的时候 坏了 就听这对岸呢 一声信泡响 稀里呼噜啊 四方的回兵 就往这个河岸上涌 原来人家早有埋伏 这远处有伏兵 骑兵啊 在更远的地方 前边有壕沟 壕沟里藏的全是枪手 没过多一会儿啊 眼瞧着这缠回的骑兵 赶到此地的就有四五千 那这会儿的赵惠啊 心完全凉了 他明白了 昨天晚上 他审问的那些俘虏啊 那一定啊 都是小河卓派出来的细作 这瞎话是早就编好了的 人家也张开了口袋 就在这个唯一能过河的桥边啊 等着咱们呢 这赵惠第一想到的是不能硬拼 这对面啊 广是能估计出来的骑兵就有五千以上 这自己呀 贵了包堆才三千多人 那位说不是四千吗 怎么改了三千了 哎这不就是早晨派出八百人 去接营纳布扎尔跟三太去了吗 所以说现在这儿的八七军呢 只有三千壮一点 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只有往黑水迎撤 可是这会儿这赵惠啊 在定睛往对岸一看呢 不能撤 为什么呀 因为他隔着河呀 看到对岸呢 有一杆大稻齐 这大稻齐之下 马上蹲坐着一员 缠回将领 这赵惠啊 联盟叫来了随在中军的霍吉思 让他辨认一下 对面那个稻齐底下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小河卓 这霍吉思啊 拢了拢目光说呀 那可不就是他吗 这下这赵惠可舍不得走了 于是他就临时召集了五六百名骑兵 这些骑兵啊 可都是八七当中的精壮之士 这赵惠说你们看了吗 对面稻齐之下呀 那可就是贼手小河卓货战 你等奋勇冲入生擒货战 或用剑射死便可郡势 这大帅的意思是说呀 咱们呀给他来个斩首计划 一旦你们这些人呢 跑到跟前能够来一个 侵贼先秦王 那咱们这仗啊 就不用打了 依着这个大河卓的脾气 如果听到他兄弟小河卓的死讯呢 那他肯定就投降了 这当兵打仗啊 为的就是功成名就 眼看着战功就在眼前摆着 这五百人呢 也是非常兴奋 领了将领之后 就奔桥上冲 可是桥啊实在是太窄了 一时半会儿啊 大队人马还是过不去河 就当这清军呢 刚刚冲过河三四百人的时候 只听咔嚓一声 不好了 这桥啊 断了 这一部分清军呢 连人带马 坠入河中啊 还算小事 可是这部队 就让人切成了两截 这会儿再看着大小河卓的部队呢 是人越聚越多呀 里三层外三层 把赵慧的人马就围在了当中 这会儿啊 也讲不了什么兵法战策了 冲杀是最主要的 要说这赵慧也对得起 乾隆皇帝给他的一切封场 这定边将军 大元帅赵慧 二话不说 第一个 挥刀就冲上去了 怎奈 是敌兵太多了 混战一起之后啊 没过多久 这赵慧军们跨下坐骑啊 就被人打死了 换马再战啊 这坐骑又被人打死了 并且这身上也受了伤 脸上啊 被一颗榴弹击中 虽然我有性命之忧啊 但是破了像是肯定的了 在冲杀过程当中啊 这小腿也被敌人挡了一毛 这肯定是情况危机 眼看着主帅啊 是被困重围眼看 就要堪堪费命 正在这召会危难之急 一匹战马呀 向他这边就冲过来了 这马上啊坐丁一员将官 只见这个人呢 身上已然被这个血水染红了 也不知道啊 是敌人的血呀 还是他的血 嘴里边嚷着呀 大摔快突围 我来电后 这赵慧听声音的 刚变出此人是谁 这个人呢 就是那个被汉人受养大的 蒙古裔将领高天玺 前文书咱们说过了 这位将军身份挺特殊 他本来啊 是个准嘎尔人 是个蒙古人 后来被高姓人家所收养 从军呢 进的也不是八旗兵 而是绿营兵 因为作战勇猛啊 现在已然是领队大臣了 这高天玺呀 就凭着自己一人之特勇 左突右杀 掩护赵惠军们撤离 无奈这大军被截为数段 是首尾难顾 这高将军的马呀 也陷在了淤泥里 活活的就死在了乱枪之下 幸亏有高天玺阻挡住敌兵啊 这赵慧才得活命 领着这些残兵就溃败回了黑水营 这一点数啊 人呢 倒是跑回来不少 大概啊 跑回了三千多人 这兵啊 虽然损失不多 可是将官可没少牺牲 舍身旧帅的高天玺 这不用说 现在啊 这军营当中的副统帅厄石 刚刚被乾隆皇帝提拔上来 他爹呀 就是雍正众臣厄尔泰 他哥哥厄荣安 就在前两年也死在了伊犁战场上 一场熬战下来 这厄石啊 被一颗炮子打穿了脑袋 算是魏国进了中 战死的将军呢 还有副都统三哥和侍卫通俄 先锋明锐 被人家一长枪刺穿了嘴唇 这下子大将军呢 该吐烟了 这清军败回黑水营啊 这惨状就别提了 不光如此 损失最为严重的 人虽然跑回来了 可是这些马匹都钉在了河滩上 那位说怎么叫钉在了河滩上呢 这些马呀 踩到淤泥上之后啊 蹄子呀都拔不出来了 可是人不跑不行啊 因为后边人拿枪追呢呀 所以说这人呢虽然跑回了大营 但是马却留在了河滩上 这回这赵慧呀可算是看清楚了 先来之贼呀有五千骑兵 又来马步贼万于何为 这下子把赵慧这个黑水营啊 说里三层外三层是团团围住 那么说广围就完了嘛 就听着大营以外呀 号泡连天喊杀声成了一片 幸亏赵慧的黑水营啊 占据了有力的地势 并且这八旗兵虽然没了战马 可是在防御上啊 还是高出这蝉回兵一筹的 这蝉回打了五天五夜 还是没攻下大营 这五天以后啊 营外虽然消停点了 可是撤兵啊 您是别打算了 缠回大军十里连营 把清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么说赵慧这会儿什么情况呀 赵慧查进来一下人数啊 还算不错 这五天的激战呢 人员损失并不算重 这粮草也算充足 算了一下啊 口粮尚可支持一两月 为军器火药不足 这赵慧算了一下 这粮食啊 吃两个月没问题 再省着点吃呢 吃到三个月问题也不大 当然了 这是把军中的马匹骆驼也算上了 查起来一箱数量啊 整齐能打仗的马呀 是没剩几皮了 所以说现在军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不能冲锋 不能冲锋啊 也就是不能自主脱困 只能等待别人救援 其次呢 点点数啊 这弓箭呢 还算充足 可是营中的千丸和火药 不是很充足 那现在呢 就是敌人打不进来 赵慧冲不出去 那就先这么僵持着吧 赵慧琢磨着 这么僵持下去 迟早就是一个困死 这三千人一同冲出去呀 看样子是没戏 现在急需的就是啊 把被困黑水营这个消息送出去 那往哪送啊 往阿克苏送啊 让在阿克苏镇守的舒克德 赶紧想办法 筹兵筹码筹军粮食来救黑水营 看看营外呀 这缠回兵啊 是围营实力 那么靠谁把这消息送出去呢 这赵慧一想啊 不能把这宝都压到一个信使身上 于是啊 他就让棋牌官呢 找来了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的人选呢 是在这个赵慧心中 遮了几个个 筛了又筛 选了又选 终于才能确定下来 这五个人里呀 关系最高的 就是三等侍卫伊萨木 剩下的四个人呢 都是萧其英的马甲 也就是骑兵啊 其中最为被赵慧信任的 就是这个马甲五十宝 这小伙子呀 跑得快射箭准 并且脑子还灵光 在这八七营中啊 论起骑射来呢 是一等一的 这赵慧说呀 你们五个人负责 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是一起跑也行啊 分头跑也行 到了这个阿格苏城以后 我见到舒克德大人 这里呀 贼兵众多 一定要把人马凑齐 再来持援 我等在黑水营当中 聚敌坚守 两三个月不成问题 一定啊 要钻成拳头 把人员凑够了 前来援助 不要一个手指 一个手指 前来送死 并且呀 还要转告 前些日子被派出去的 艾隆俄将军 告诉他呀 那八百人不要回来 等到援兵来了之后 一起再回黑水营救援 广是这八百人回来呀 那也是无济于事 然后这赵慧君们 看了看这五个人说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这五个人插手十里 口称 谨遵大帅域 出得大仗翻身上马 这才要杀出重围 那么说 这哥五个杀出去了吗 信送到了没用 哎 我在这儿啊 不给您溜扣子 一个没剩 这五个人呢 全都冲出了重围 把这消息呀 就成功的送到了阿克苏城 也就是啊 这五位勇士 把这个消息传到了阿克苏城 才引来了 纳麦扎尔三太 闯重围 才要兵援 赵慧 以后